高雄眷村发生了孙子拿铁链打死祖母的逆轮血案 而今天检察官再度前往殡仪馆相宴 老奶奶的家属痛哭下跪希望讨回公道 让行凶的嫌犯得到严厉制裁 至于当时跟老奶奶同住在一块的小孙子 更是被吓得一直作恶梦 求求你们为我们行去公道 给我母亲打个公道 高零八十的老祖母被长孙打死的家属难过了痛哭下跪 希望求一个公道 至于跟祖母住在一起的12岁小孙子 更是亲眼看见自己的祖母被堂哥用铁链打死 饱受惊吓 一整天躺在床上整夜做噩梦 也不敢去上学 让姑姑相当的心疼 奶奶你不能死啊 奶奶你不能死啊 奶奶奶奶奶奶 一直哭一直叫一直跺脚 那我们也是 哎呦我在垂心肝啊 父亲坐牢母亲失踪 出生后就跟祖母一起生活 对于凭日堂哥的作威作福 每一幕都看在眼里 就连自己也常常被殴打 出事当天 更是为了向姑姑求救 从左营到男子 走了整整四公里的路 走这么远的路哦 你那时候脑袋里想的是什么 我怕奶奶就打死 你就一直跑一直跑 对 一家人难过心疼 怎么样也没有想到 留着相同嫌疑的嫌犯 竟会如此残忍 警察官也协同法医再次勘验 要厘清当时凶嫌到底怎么将祖母活活的折磨到死